好,可以嗎? OK,好 可以好? 好,那請教一下 像是假新聞的一個傳播 因為現在非常的多 那當然就是說您這部分有說過 就是說覺得政府不應該直接的去介入它 對不對? 那現在的話就是說 希望用平台這邊來做幫忙 來做一些管理或者是一些下降處理 那你覺得這個部分的規則 有沒有什麼建議? 就是平台這邊要怎麼處理會比較好? 我是不用講新聞三個字 不好意思,我把那個椅子移開一下 好 OK,OK OK了 好,OK 我就直接回答 好,是 其實我本人是不用講新聞三個字的 主要原因也是因為對各位新聞工作者 我覺得這不是很公平 一般會被叫做假新聞 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狀況 好,比像說 有些他真的是新聞工作者寫出來的新聞 但是被報道的人覺得他委屈了 事實上不是這樣 但是呢,反過來也是有 像內容農場 或者一些網路上的朋友 他把它變成像新聞一樣的格式 可是他其實並沒有經過新聞工作的這個程序 那又或者像說 也有朋友認為說 誒,記者好不容易寫了一個新聞 但是編輯下了一個很操縱的標題 誒,這個也有人把它叫做假新聞 那,所以我基本上不會用這個字 是因為他的太陽太多了 是沒有辦法一概而論的 那,所以我們現在大概就是 最簡單的講法 我自己的講法是叫做爭議訊息 爭議訊息很可能是 裡面有些真的成分 或有些不是真的成分 但是各方對這件事情 他沒有辦法達成一個一致的一個見解 所以就有爭議嘛 那所以雙方可能都覺得 對方是不實訊息 但是這個到不實訊息這個程度 也許大家還比較能夠討論 就是可能不小心的那就是missinformation 是故意的那就是disinformation 可是無論如何它跟新聞那個 不一定要有關係 所以這是現實澄清 那,確實我們有一個 五圈一叉的這樣一個態度 那在我們有一個網址 rumor.pdis.tw 那五圈一叉裡面最重要的 就是您剛才說的 就是那個叉的部分 就是我們不會特別針對 網路上面的行為 有別於實體世界的行為的 去做控管性的立法 或者是修法 那真的很重要 因為網路它現在已經是 現實生活的一部分 它並不是現實生活之外的部分 所以你在現實生活裡面誹謗 到網路上做一樣的事 那應該還是誹謗 現實生活裡面公眾恐嚇 到了網路上那個就還是公眾恐嚇 我們不應該說 專門為了網路上的某一個行為 它在現實生活中不去找對應 反而專門去罰它 那這樣對網路的發展確實是不利的 這就是為什麼大概一年多前 我們特別有說 我們不會特別針對網路上面的 不實訊息去做控管性的立法 或者是修法 那當然在這裡面這個五圈的部分 我就快速念一下 您剛才講的第一個就是業者的自律 就是說我如果現在是一個訊息的平台 這個平台很多平台它有一個版主 或者是說有一些檢舉的一些機制 或者是說它自己有一些平台報導的一些機制 這個是它的自律 那如果平台它沒有這樣子的一種規則 等於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PO任何東西 那接下來我們有一個數位通訊傳播法 它應該是在下個會期立法院會開審 目前應該已經出委員會了 那那個的精神簡單來講 就是說在網路上發生的事情 應該在現實中發生的事情 把它對接 所以如果我現在覺得網路上面 有人PO了這樣一個東西 它侵害了我跟著作權無關的一些別的人格權 然後其他的部分 那我想要提告 好比想說不知道非道我不知道什麼 那這個時候這個平台 如果在我這個提告的過程裡面 它願意主動的先把這個訊息下架 那這樣的話它就可以主張它免除它的責任 就是說雖然它一開始PO了 可是它不會去做事前審查 我們是不做事前審查的 但是當有人提醒它說 這個侵權了 目前著作權就已經是這樣 那我們是在數位通常法裡面 把它擴大變成是任格權 其他權力的侵害 這個都是採取說你要去提告 如果不提告了嘛 那平台其實也不用港地下架 它也給它恢復 這些都沒有問題 所以一切還是回到本來的這個法院的程序去做審理 但是我想這個只是治標了 治本的方法還是大家自己要一個媒體的一個資訊素養 就是並不是用什麼字體寫的就一定是對的 不是配上胡適的照片就一定很有道理 不是在網路上面看到的都是真的 那這個確實就是我們在明年的社會民國教課章裡面 特別強調的就是老師要帶著學生 一起去在網路上面找資料 一起在網路上面學習 然後透過神教來讓學生看到說 不是大家背一些標準答案 因為在以前你背標準答案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說事情一定有一個標準答案 而這個標準答案很容易就傳播啊等等 可是反而是這種有標準答案 不做批判思考的這種學習心態 最容易被不實訊息做 就是你還沒有來得及看完你就要分享出去 因為大家覺得說反正這就是標準答案嘛 但是我們新的克剛的想法就是說 資訊素養是在反覆的辯證 批判的思考中間 每個人去形成一個自己的看法 不一定有什麼就是老師講的就是對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種反而去除掉威權的這種教育的情況下 長大的小孩 那他看到就是網路上散播這些訊息 他自己就會去做多方的查證 而不會像現在有很多 好像未看先轉等等這個情況發生 那這種公民媒體的資訊素養 跟網路使用者的自主判斷 這個才是智本 我們剛剛在講這些下降 大概都是指標的一些行為 那政府在這邊確實如你剛剛講的 我們的目的就是 第一個我們自己不要造謠 然後第二個 當這個大家講的事情 跟政府這邊的了解 有所不同的時候 我們也不是去要求對方下降 我們是即時的出來澄清 那現在各部會大概 在一個就是new cycle 就是大概六小時 最多12小時 大概都已經會即時出來 把我們看到的訊息跟大家分享 那這樣的話 即時在版面上不能平衡報導 至少在一天的時間裡面 有一個前後的互相平衡 所以這件事情 也不是我們在做言論管制 而是說我們把晉肯的手上的資訊 快速的去跟大家分享 那這個就是運用問答集 來方便實施查證 所以以上大概是五圈以差的這個概念 我們目前就是實作的方法 那聽起來 您覺得對於整個的來源 像是內容農場 這種字種有沒有辦法 你覺得我們會需要去管制它嗎 我想謠言它是有點像是 流行性感冒或病毒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說它今天不是在這個內容農場 它也是在另外一個內容農場 甚至如果以前知道 像連鎖信 然後這樣子的東西的話 其實它的重點 並不是在它是誰發起的 它發起的時候 也許是一個比較微弱的一個版本 但是它是一船時十船版 在中間大家都會再加一些 加油天素進去 那但是呢 如果你加進去不夠聳動 當然它傳播力就弱了 所以到最後我們現在看到傳播力強的 其實就都是很聳動的 因為演化就是會給它這樣子的一個機制嘛 就是你看得到大概就是 能夠演化到 讓人就是不假思索就傳的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訊息 所以我覺得與其去追究說 在這裡面的每一站 它各自加了什麼東西 不如是說我們自己去看這個訊息的時候 看能不能比較不要受到他們的影響 那這邊我們像民間有很多團體 就是專門在蒐集 這種傳播力比較高的這個訊息 像這個什麼跟什麼一起吃會怎麼樣 或者是 對 然後或者什麼不能吃啊 或者是各種各樣子的 那其實裡面很多是生活類的 很多不一定是那麼政治性的 對 那但是裡面當然也有比較政治性的 那我們在這邊就可以比較快速的看到 這個社群覺得說 現在就是回報的人有多少 然後以及即使他們澄清的這個程度 所以這裡蠻有意思的就是說 雖然民間有很多自己去做實習查核 就是這個社群 但是並不是所有被查核的都是不實的 它有爭議不表示它是假的 只是表示說它包上了一個很容易傳的一件事情 所以像這邊有這個有一個懶人包 說這個機場捷運全線票價優惠啊 降十塊錢啊 然後它可能用一個很聳動的方法 把它包裝起來 不過這是真的 對 它說這個很有正確訊息 所以就是說我們不能因為它有爭議 就覺得它一定是假的 有時候它包裝起來讓它變得比較有爭議 那是一個梗 它用來讓它更容易去傳播 所以爭議訊息跟不實訊息 它沒有辦法畫上等 但是當我們已經看到很多這種 包裝的方法之後 無形之中 我們也開始取得一些免疫力 就是不會覺得說 你用這個方式寫的 你就傻傻的就相信 還是會回來去看一些事實查核的 朋友們的這個意見 這個畫面我可能不會停太久 可能有點精神污染 但是事實上是這樣子 但是因為我覺得 聽完就是您剛剛講的之後 我覺得到我們現在 就是我們自己在網路上面搜集 包含我自己在搜集資料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 沒錯 就是以後可能這個問題會更嚴重 所以您覺得像這樣子的狀況 是沒有辦法避免的嗎 應該是說一個東西是真的還是假的 它本來就沒有一個很固定的 權威的一定誰講的算 它就是在所有的知識社群 大家好像拼圖一樣 各自把手上的證據 把手上的經驗 把手上的事實放進來 那像維基百科社群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為任何人都可以改維基百科 所以你每個時候上去看維基百科 都不保證那個資訊是真實的 可是它裡面有一個編輯流程 所以它會讓各個不同的方面 都有充分的情緒 講出他們的角度的看法 然後折衷成一個大家會覺得說 以我們目前掌握到的事情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他們特別注重就是Sightation 就是它的來源 那我想重點還是說 我們要把每一件事情 看作一個知識的脈絡裡面的某一個點 我們要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一直問說來源是什麼 就是來源請求 它是哪裡來的 那每一個來源它都不是就是全知全能 它當然都有可能犯錯 那當我們綜合了許許多的來源之後 我們比較容易形成一個 比較完整的一個判斷 所以也就是說片面的事實 它本身可能就已經是不識訊息 它可能你看到之後腦部 你看到之後放大 那它也許都沒有說謊 可是你看到之後 你腦裡補上那個東西是不正確的 那現在最常見的就是這個狀況 就是大家會提出一些片面的 也許是事實的東西 但是大家這個想像空間 把它變成不是事實的部分 那這個時候你很難規則於誰 因為它只是有一些揣測 它也不是故意的去做什麼 但是重點說在這個中間 你是盲目的去反大 去轉傳 去攻台 還是你在中間可以一直去問書 那來源是什麼 去做來源請求 去做查證 後者做的人越多 那這個訊息傳播的過程 大家就越活動的認知 簽證做的越多 那大家就越使交 到最後就像你講的就是 沒有人知道事情到底是在那 所以還是要回到一個網路媒體識 對 就是每個人自己在看的時候 要發現到說 現在在網路上 每個人自己都是一個新聞談 每個人自己都是傳播者 所以以前新聞訓練裡面的 實習查核的部分 去跟這個來源去進行 就是求證的部分 所以這些部分 它變成大家的公民教育的一部分 因為以前只有媒體在做這些事情 但是現在每個人都在做這些事情 那再請教你 像是說現在有很多的不實的訊息 也是在影響級別 像是之前的統一 就是查理王那件事情 就是說裡面有帶好心啊 然後完全整個訊息都是假的 然後媒美也是不實就會看到說 裡面什麼巧克力有老鼠啊 這些對企業的損失影響都還蠻大的 那當然現在有很多的企業 就是在這個公關的部分 也有反映說他們的確遇到這樣子 龐大的訊息都是不實的來攻擊他們 或者是有一些是帶攻向這樣子 那在未來的這樣子的網路的訊息事件裡面 他們要怎麼面對 當然我會建議就是跟我們政府一樣 就是我們行政院全球資訊網裡面 現在有一個專區 就叫做即時新聞澄清 那即時新聞澄清這個專區 它其實是每個部會 當然包含這個行政院院本部 在一些比較政治性的時候 政院嚴正澄清 那院長演說並沒有特別講什麼政績 對 就是那件事情不是那院長所說的政績 對 那我想這件事情還蠻重要 就是說如果從企業的角度 大企業的角度 就跟政府一樣 如果有人有質疑 那個其實是他們表示關心的對不對 不然為什麼要來問你 那大家表示關心 不管您剛剛講實案上面的 或對於這個企業它的就是智力方面 希望它更透明啊等等 其實都是一片好理耶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它還願意來請你給一個交代 表示還關心你啊 那所以在這個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要盡快地去進行回應 那這個回應的時候 不需要就是太加上個人情緒 或主觀的部分 就是把你看到的實際的這個情況 跟大家分享 對於讓大家有一個更認識的一個方式 那這件事情 像我們之前去年五月報稅的時候 那網路上面一直流傳一些就是 就是報稅軟體難用到爆炸啊 那還有一些人身攻擊啊 對我們財政部長啊 對廣告網路公司啊 當時都有相當多的這種表演 但是它的根源是 大家真的很在意報稅的體驗 大家真的不喜歡報稅的體驗包 那所以我們要回應的就是 針對這個根源 我們不是去抓說 誰傳那些懶人包 誰對財政部長 這個Photoshop他的圖 我們沒有做那件事 我們是說大家對報稅軟體關心的 這些覺得真的能用的朋友 我們就把它邀進來 就是所謂會召的朋友 不是有糖吃 是邀到廚房做糖吃 大家一起到財政諮詢中心 一起看我們目前的報稅軟體 也許真的做得不好的這些情況 那哪些可以更好的部分 大家貼貼便利貼 那一起把今年的這個Public Beta 去把它做得更好 那也就是說 這些負能量來的時候 如果你即時的回應的話 有一些機會可以把這些負能量 社會對你的關注 變成是你的助理 變成是能夠對你做的貢獻 但是如果當時我們拖了兩個月 或者報稅季完了才回應 那當然就完了 因為如果你現在教育努力 他說是你朋友 然後你這個聽到關於他的八卦 然後你就傳個訊息 問他是不是這回事 然後他兩個月之後再來回應 那當然謠言有非常多滋長的一個土壤 所以我覺得說這種即時的 快速的回應跟澄清 而且不要覺得都是自己對 有時候我們批評的人是對的 那這樣才把他邀進來 然後大家一起去把狀況做更好 所以以後當我們的新法通過之後 也許他們也可以要求 那些社群平台下架的一些 對他們覺得不適合去 他如果要提高的話 那他當然必須要已經達成可以高的這個程度 有的時候如果他只是揣測的話 其實你在實體世界 就算我去這個企業的總部 去揣測這些事情 他可能也是合理懷疑 他也許不一定真的能夠構成高速 那這個時候如果在實體世界都不能高 不會因為他在網路世界就可以高 你要在實體世界已經成立一張誹謗 這樣子你才能夠在網路世界 也提起這樣子的一個訴訟 但我要講的是說 訴訟它還是指標了 如果長期下來 一直有人有這樣子的訊息的話 也許真的可以考慮說 把裡面特別關心的一些朋友真的邀來 然後有一個負責任的透明的生產消費巡環 讓消費者能夠參與這個公司的治理這樣 了解 好的 那像是鄭偉您本身 就是當男民當年在上任的時候 大家也對你有很多好奇 甚至也不是很了解 你有出現了很多網路的復實的訊息 對 那個部分您那時候是怎麼處理的 我就有一個專門的帳號 不管是在Facebook或者Mobile01或者PTT 或者什麼 我就是我自己的帳號 而且這個一定是我自己區域寫 我絕對不是交友我的團隊 所以有時候還會有人質疑說 這個應該是小編幫忙吧 怎麼會是旁鳳自己弄的 然後我就會即時馬上錄一段影片 然後告知他的話 這個有圖有真相 有影片有真相 但我想這個是很重要 就是說隔著網路 確實大家為什麼要相信你 不一定要相信你 對 那但是 透過好比像說即時的錄影 透過定期的像我們這種 我們現在正在訪問 但是旁邊我們自己側拍 我們自己放到YouTube上 這一切都是希望說 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在做的並沒有任何 就是不可告人之事 所有大家問的 只要我有時間 我就很具體的去回答 我看起來有貢獻的 就是我可以有貢獻的地方 大家提到的兩個字 很多時候我帳號就直接跑下來 去下面留言了 那這些都是希望大家可以知道說 我在行政院做的事情 就是促進政府 跟民間之間的互相信任 那即使是針對我 唐鳳這兩個字 一些人身攻擊 我不會take it personally 我不會覺得那是對我的 我覺得就是大家 藉著唐鳳這兩個字 對於一些政策 或者對於一些社會情況有所關注 那我盡可能反正介紹這些政策 或這些社會情況的資源 引進給你這些考驗 所以我不會覺得說 對我是什麼人身攻擊 我當然更不會去告人 嗯 了解 那像是因為 你像您說的啦 就是現在有媒體試毒 可以針對我們的下一代 那針對像是現在 這些正在使用網路 甚至有一些發生權的 有一些經濟能力的 那您覺得像這一代的媒體試毒 或者是他們應該要怎麼辨別 網路上的正確訊息 可以提供一個 我想數位元生代 是我們想的 對 所以我自己也是數位移民 然後我也是十二三歲 才開始接觸網際網路的文化 所以我覺得 比我年輕的朋友 尤其是三十歲以下的朋友 一出生就已經有在網路上面 進行這樣子多方討論 就這樣一個文化 所以我會當然建議這個長輩們 包含我自己在內 就是多跟年輕人相處 多跟我們這些數位元生代的 想到我們學習 那就可以了解到說 很多時候在網路上面 有一些鄉民的用語 或者有一些嘲諷性的用語 或者這些 它後面真的不一定是惡語 它就是一個文化裡面的一部分 但是我們如果就是 以前就是看文文啊 或者看這種書面語啊 看得很習慣的 往往一看到就覺得是說 好像就是有點玻璃心啊 就是看的時候就會覺得說 很被人身攻擊那個感覺 但事實上在網路上面 現在大家用語言的方式 已經改變得相當大 很多時候就是要人踹蹦啊 或什麼之類 它後面不一定是惡意 它真的就只是想跟你 進一步的即時的問答而已 那這個即時的反應 在以前會覺得不太禮貌 好像打斷我說話 或者是說沒有聽完我講話 或什麼之類 但其實這個就是網路 是來習慣的 所以大家都要有在140個字裡面 把自己想到的事情講清楚 的那樣子的一個能力 那這個能力 我真的覺得能夠 多跟數位遠程來學習是最好的 那像網路的訊息 有可能是故事的 那這個部分我們看到的訊息 我覺得很爽到 我也很想順暢 可是這個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我怎麼有辦法 這樣子直接看這樣會變得出來 對 當然現在搜尋引擎 它有時候會內建一些 實時查證的一些能力 那像在LINE上面 當然沒有搜尋引擎 但是也有公民社會的朋友 像有一個叫做真的假的 是一個LINE Bot 那你把那個LINE的機器人加成朋友 你看到這個 一覺得真的假的 你就轉給它 它就幫你去就是 被實時查核社群進行就是媒合 媒合完之後 他們查證到的東西就會回來 這是一個 那當然網路上現在有很多 像什麼Michael Ken 或者什麼之類 還有吳遠輝老師的那個 就是實時查核的那個計畫 現在已經有非常多 各個不同的這種 實時查核的社群 正在出現 所以我想做媒體視度的朋友們 我們是有點像是訊息的提供者 那這些實時查核的朋友 就是把行政院的訊息 跟他們看到的這些訊息 加以比對 那說不定是我們在造謠 說不定反而是公民社會講的是對的 這都不一定 所以他們是一個比較公平的方式 來去衡量我們這邊的訊息 跟公民社會其他地方的訊息 然後做了一個綜合之後 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也許真相 從每個方面看都是真相 但加在一起才是一個比較完整的Picture 所以我覺得重點不是說 你看到一個不實訊息 你在查證的過程中 你一定要去推翻本來這個訊息 而是看能不能補充這個訊息 那這個當然就是我剛才講 這些實時查核的機制 一些相關的社群 一些hashtag 或者你在轉傳的時候 你轉傳不是很一分填膩的說 你看看多麼糟糕什麼之類 我真是自己家腦補的訊息上去 你還是可以分享 你在分享的時候是問說 這件事情是真的嗎 大家有沒有更多的資訊可以分享之類 連轉傳的這個態度 也可以是事實查核的一部分 所以您覺得一個訊息 有沒有辦法從一個訊息 就看出來它是真實這樣 不分分來做 應該是說一個訊息本身的真假 除非它是一種好比像說 自然科學或者物理或者是數學的 那當然它有一個科學上面 有一個客觀的真假 但如果現在是一個人 他的主觀經驗或者他的感受 那這件事情其實本來 它的真假是怎麼樣 就要看那個人是處於一個 什麼樣子的社會的脈絡 或環境 或這樣子的狀態 那現在很多故事訊息之所以會傳遞 原因是因為好比像說 他在某一年是真的 可是過了三四年之後 他重新開始傳 那現在狀況名譽不是以前那樣 但是這個東西就重新流行 這個狀況很常見 或是某一個人 他的主觀的經驗或主觀的感受 但是他的主觀或經驗 在旁邊看起來大概都不是這樣 他可能有一些誤解 或是一些誤會 可是你也不能說他是假的 因為他不是蓄意造謠 那他是會去報什麼公社 去寫一些自己的經驗 所以我的意思說 這些事情 當你要去進行查證的時候 並不是要去看這則訊息說 他是真的還是假的 而是像篇圖一樣說 那這塊訊息 它是你們有更大的篇圖的一部分 大家試著把完整的這個脈絡 把它還原回來 我想這個是比較健康的看法 嗯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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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需要拍一點反應畫面 然後我會再用一下你的評判 然後等你放在那邊 好 就是你剛剛有 好 對對有一個受我們的寫 對對對 那這個就 全一個差 對 你把每一件事情 看作一個知識的脈絡裡面的某一個點 我們要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一直問說來源是什麼 就是來源請求 他是哪裡來的 那每一個來源 他都不是就是全知全能 他當然都有可能犯錯 但當我們綜合了許許多的來源之後 我們比較容易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判斷 所以也就是說 片面的事實 他本身可能就已經是不識訊息 他可能 你看到之後腦補 你看到之後放大 那他也許都沒有說謊 可是你看到之後 你腦裡補上的那個東西是不正確的 那現在最常見的就是這個狀況 就是大家會提出一些片面的 也許是事實的東西 但是大家這個想像空間 把它變成不是事實的部分 那這個時候你很難規則於誰 因為他只是有些揣測 他也不是故意的去做什麼 那但是重點說在這個中間 你是盲目的去反大 去轉船 去公談 還是你在中間可以一直去問書 那來源是什麼 去做來源請求 去做查證 後程做的人越多 那這個訊息傳播的過程 大家就越活動的認知 簽證做的越多 那大家就越使教 到最後就像你講的 就是沒有人知道事情到底是怎樣 所以還是要回到一個網路媒體史 對就是每個人自己在看的時候要發現到說 現在在網路上每個人自己都是一個新聞台 每個人自己都是傳播者 所以以前新聞訓練裡面的實習查核的部分 去跟這個來源去進行就是求證的部分 所以這些部分它變成大家的公民教育的部分 因為以前只有媒體在做這些事情 現在沒有人都在做這些事情 那再請教你 像是說現在有很多的不時的訊息 也是在影響企業 像是之前的同意就是查理王那件事情 就是說裡面有奈奧性什麼的 然後完全整個訊息都是假的 然後義美也是不時就會看到說 裡面什麼巧克力有老鼠啊 其實對企業的損失影響都還滿大的 那當然現在有很多的企業就是在這個公關的部分 有反映說他們的確遇到這樣子 龐大的訊息都是不時的來攻擊他們 或者是有一些是帶攻向的這樣子 那在未來的這樣子的網路的訊息事件裡面 他們要怎麼面對呢 當然我會建議就是跟我們政府一樣 就是我們行政院全球資訊網站裡面 現在有一個專區就叫做即時新聞訓練 那即時新聞訓練這個專區 它其實是每一個部會 當然包含這個行政院院本部 在一些比較政治性的時候 政院嚴正澄清 外院長演說並沒有特別講什麼政績 對 就是那件事情不是外院長所說的政績 對 那我想這件事情還滿重要 就是說如果從企業的角度 大企業的角度 就跟政府一樣 如果有人有質疑 那個其實是他們表示關心 對不對 不然為什麼要來問你 那大家表示關心 不管你剛剛講實案上面的 或對於這個企業他的就是智力方面 希望他更透明啊等等 其實都是一片好謎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他還願意來請你給一個交代 表示還關心你啊 那所以在這個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要盡快地去進行回應 那這個回應的時候不需要 就是太加上個人情緒或主觀的部分 就是把你看到的實際的這個情況 跟大家分享 對 讓大家有一個更認識你的一個方式 那這件事情 像我們之前去年五月報稅的時候 那網路上面一直流傳一些 就是報稅軟體難用到爆炸啊 那還有一些人身攻擊啊 對我們財政部長啊 對於廣告網路公司啊 當時都有相當多的這種聊言 但是它的根源是 大家真的很在意報稅的體驗 大家真的不喜歡報稅的體驗報 所以我們要回應的就是針對這個根源 我們不是去抓說 誰穿那些懶人包 誰對財政部長 這個Photoshop他的圖 我們沒有做那件事 我們是說大家對報稅軟體關心的 這些覺得真的能用的朋友 我們就把它邀進來 就是所謂會吵的朋友 不是有糖吃 是邀到廚房做糖吃 大家一起到財政諮詢中心 一起看我們目前報稅軟體 也許真的做得不好的這些情況 那哪些可以更好的部分 大家貼一貼便利貼 一起把今年的這個Photopic Beta 去把它做得更好 也就是說這些負能量來的時候 如果你即時的回應的話 有一些機會可以把這些負能量 社會對你的關注 變成是你的助理 變成是能夠對你做的貢獻 但是如果當時我們拖了兩個月 或者報稅計完了才回應 那當然就完了 因為如果你現在教育朋友 他說是你朋友 然後你這個聽到關於他的八卦 然後你就傳個訊息 問他是不是這回事 然後他兩個月之後再來回應 那當然謠言有非常多滋漲的一個土壤 所以我覺得說這種即時的 快速的回應跟澄清 而且不要覺得都是自己對 有時候你批評的人是對的 那這樣把它搖進來 然後大家一起去把狀況做更好 所以以後當我們的新法通過之後 也許他們也可以要求 那些社群平台下架的一些 對他們覺得不適合去試 他如果要提高的話 那他當然必須要已經 達成可以高的這個程度 有的時候如果他只是傳測的話 其實你在實體世界 就算我去這個企業的總部 去揣測這些事情 他可能也是合理懷疑 他也許不一定真的能夠構成告訴我 那這個時候如果在實體世界都不能夠 不會因為他在網路世界就可以到 你要在實體世界已經成立一張誹謗 這樣子你才能夠在網路世界 也提起這樣子的一個訴訟 但我要講的是說 訴訟它還是治標了 如果長期下來 一直有人有這樣子的訊息的話 也許真的可以考慮說 把裡面特別關心的一些朋友 真的要來 然後有一個負責任的 透明的生產消費循環 讓消費者能夠參與這個公司的治理這樣 那像是鄭偉您本身 就是當年男民當年在上任的時候 大家也對你有很多好奇 甚至也不是很了解 你有出現了很多網路的不實的訊息 那那個部分您那時候是怎麼處理的 我就有一個專門的帳號 不管是在Facebook 或者Mobile01 或者PTT 或者什麼 我就是我自己的帳號 而且這個一定是我自己區域線 我絕對不是交友我的團隊 所以有時候還會有人質疑說 這個應該是小編幫忙吧 怎麼會是糖封自己弄的 然後我就會其實馬上錄一段影片 然後Code他的話 這個有圖有真相 有影片有真相 但我想這個是很重要 就是說隔著網路 確實大家為什麼要相信你 都不一定要相信你 對 但是透過好比像說即時的錄影 透過定期的像我們這種 我們現在正在訪問 但是旁邊我們自己側拍 我們自己放到YouTube上 那這一切都是希望說 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在做的並沒有任何 就是不可告人之事 所有大家問的 只要我有時間 我就很具體的去回答 我看起來有貢獻的 就是我可以有貢獻的地方 大家提到糖封兩個字 很多時候我帳號就直接跑下來 去下面留言了 那這些都是希望大家可以知道說 我在行政院做的事情 就是促進政府的民間之間的 互相信任 那即使是針對我 糖封這兩個字的一些人身攻擊 我不會take it personally 我不會覺得那是對我的 我覺得就是大家藉著糖封這兩個字 對於一些政策 或者對於一些社會情況有所關注 那我盡可能把可以介紹這些政策 或者這些社會情況的資源 引進給這些考量 所以我不會覺得說 對我是什麼人身攻擊 我當然更不會去告人 那像是因為你像您說的啦 就是現在有媒體試圖 可以針對我們的下一代 那針對像是現在這一些 正在使用網路 甚至有一些發生權的 有一些經濟能力的 那您覺得像這一代的媒體試圖 或者是他們應該要怎麼辨別 網路上的正確訊息 您提供給我 我想數位元生代表 所以我自己也是數位移民 我也是十二三歲才能開始 接觸網際網路的文化 所以我覺得比我年輕的朋友 尤其是三十歲以下的朋友 一出生就已經有在網路上面 進行這樣子多方討論 這樣一個文化 所以我會當然建議長輩們 包含我自己在內 就是多跟年輕人相處 多跟我們這些數位元生代的 想到能學習 那就可以了解到說 很多時候在網路上面 有一些鄉民的用語 或者有一些嘲諷性的用語 或者這些 它後面真的不一定是惡語 它就是一個文化裡面的一部分 但是我們如果就是以前 就是看文文啊 或者看這種書面語啊 看得很習慣的 往往一看到就覺得是說 好像就是有點玻璃心啊 就是看了之後就會覺得說 很被人生攻擊那個感覺 但事實上在網路上面 現在大家用語言的方式 已經改變得相當大 很多時候就是要人踹蹦 或什麼之類 它後面不一定是惡語 它真的就只是想 跟你有進一步的 即時的問答而已 那這個即時的反應 在以前會覺得不太禮貌 好像打斷我說話 或者是說沒有聽完我講話 或什麼之類 但其實這個就是網路 是來習慣的 所以大家都要有在 140個字裡面 把自己想到事情講清楚 那樣子的一個能力 那這個能力我真的覺得 能夠多跟數位元生在學習 是最好的 那像網路的訊息 有可能是故事的 那這個部分我們看到的訊息 我覺得很爽到 我也很想對他 可是這個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我怎麼有辦法 這樣子直接看 這樣會變得出來 對 當然現在搜尋引擎 它有時候會內建一些 實質上真的一些能力 那像在LINE上面 當然沒有搜尋引擎 但是也有公民社會的朋友 像有一個叫做真的假的 是一個LINEBOT 那你把那個LINE的機器人 加成朋友 你看到這個 覺得真的假的 你就轉給他 他就幫你去就是 被視察和社群進行 就是 就是媒合 媒合完之後 他們查證到的東西 就會回來 這是一個 那當然網路上 現在有很多像 什麼Michael Ken 或者什麼 還有吳遠慧老師的那個 就是 實質上的那個計畫 現在已經有非常多 各個不同的 這種實質上的社群 正在出現 所以我想 做媒體視督的朋友 我們是有點像是 訊息的提供者 那這些實質上的朋友 就是把行政院的訊息 跟他們看到的這些訊息 加以比對 說不定是我們在造謠 說不定 反而是公民社會 講的是對的 這都不一定 所以他們是一個 比較平平的方式 來去衡量 我們這邊的訊息 跟公民社會 其他地方的訊息 然後做了一個 綜合之後 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也許真相 從每個方面看 都是真相 但加在一起 才是一個比較 完整的Picture 所以我覺得 重點不是說 你看到一個不實訊息 你在查證的過程 你一定要去 推翻本來這個訊息 而是看能不能補充 這個訊息 那這個當然 就是我剛剛講 這些事實上的機制 一些相關的社群 一些hashtag 或者你在轉傳的時候 你轉傳不是很一分填膩的說 你看看多麼糟糕什麼之類 我真是自己加 腦補的訊息上去 你還是可以分享 你在分享的時候 是問說 這件事情是真的嗎 大家有沒有更多的資訊 可以分享之類 連轉傳的這個態度 也可以是事實上的部分 所以您覺得一個訊息 有沒有辦法從一個訊息 就看出來他是真實 這樣一點 這部分會來論 應該是說 一個訊息本身的真假 除非它是一種 好比想說 自然科學 或者是物理 或者是數學的 那當然 它有一個科學上面 有一個客觀的真假 但是如果現在是一個人 他的主觀經驗 或者他的感受 那這件事情其實 本來他的真假是怎麼樣 就要看那個人 是處於一個什麼樣子的 社會的脈絡 或環境 或這樣子的狀態 那現在很多故事訊息 之所以會傳遞 原因是因為 好比想說 他在某一年是真的 可是過了三四年之後 他重新開始傳 但現在狀況明明不是以前那樣 但是這個東西就重新流行 這個狀況很常見 或是某一個人 他的主觀的經驗 或主觀的感受 但是呢 他的主觀或經驗或感受 在旁邊看起來 大概都不是這樣 他可能有些誤解 或是一些誤會 可是你也不能說 他是假的 因為他不是蓄意造謠嘛 那他是會去報什麼工程 去寫一些自己的經驗 所以我的意思說 這些事情 當你要去進行查證的時候 並不是要去看這則訊息說 它是真的 還是假的 而是像篇圖一樣說 那這塊訊息 它是某個更大篇圖的一部分 大家試著把完整的這個脈絡 把它還原回來 我想這個是比較健康的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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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需要拍一點反應畫面 然後你會再用一下你的平板 那個 那個畫面就好 其實你剛剛有 好 對對對 有個秀的那些 對對對 那這個就 好 選一個場 謝謝